在佛学大文中,曾有人请问李炳南老居士, 未受三规五界,能否往生? 李老师答的只能身体,请问应如何理解? 这个是,只是现于没有受三规五界, 能不能往生? 李老师答的说,只能身体, 这个答的也没错, 三规五界是佛门, 伦理道德的基础, 这个要懂啊, 伦理道德里面头一条, 校养父母, 奉仕四长啊, 你不学不受三规, 就是不尊敬父母, 不尊敬四长, 你念佛念得很好, 你想想看,能不能往生? 这个道理要懂, 但是, 受三规五界不是形式, 我在那里法师法会里面受个三规五界了, 靠得住,靠不住,靠不住, 我没有经过法师面前受三规五界, 三规五界我真做到了, 这人肯定往生, 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, 佛法将甚至, 不将形象, 这个是我最初学佛的时候, 张家大师告诉我的, 佛教众舍智, 不众一世, 就是你要真干, 三规, 这诸位晓得, 规觉, 规正, 规近, 你看六座坛经里讲得很清楚, 佛是觉悟的意思, 觉而不明, 你真的归佛了, 正而不邪, 你真的归法了, 静而不然, 真的归神了, 所以三宝是觉正近的, 不是外面的, 自信觉, 自信正, 自信情近, 这个叫真的三规, 你归于那个法师, 没用处, 你还是染乎, 还是邪智邪见, 还是迷惑颠导, 那怎么能往生呢, 没这种道理的, 所以这一定要讲解清楚, 重诗志, 不重心诗, 那么这个行善, 升天这个有可能, 但是实在升天也不够, 恐怕逃离天都去不了, 那为什么呢, 你不孝父母, 这怎么行呢, 做再多的好事, 做很多的好事, 不孝顺父母, 在我想升天的时候, 大概是四王天以下, 四王天以下, 实际上还有好几层, 好几个层次不高, 走 beni出现, 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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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厉害, 中文字幕 李宗盛